我们上一台的黄瓜羊子全部清理完成了 在这个高温季节我们做无土栽培的 如果说进行修棚的希望下 不建议我们去进行闷棚处理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台哥 这个无土栽培里面一般的好比说中枝槽 包括中枝袋 要么都是一些塑料的制品 要么都是一些好比说一些举塑板 或者是一些PVC草 如果说我们高温去闷棚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材质很容易老化 或者是一些改性 就会对我们这个设施造成一些损失 所以说不建议高温闷棚 并且在这个时期如果说我们不马上去定职修棚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这个栽培机制 这里面尽可能的这些机制的保持湿润 因为保持湿润以后呢 它就会有一些微生物 把我们这个机制里面上一叉残留的一些根系呢 去给它分解掉 然后等我们下一叉开始栽种之前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杀减剂啊 然后进行通液的进行消息死毒就可以了